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更頻道 最近台風匡來吹襲台灣,影響不少航班的升降 華航一格航班原定在昨天下午降落桃園國際機場 結果試了三次都不成功,最後決定轉港高雄小港 這個決定惹來了商務艙的旅客不滿 更有人目擊,地勤人員竟然跪地道歉 華航為這件事回應指出 員工是以蹲得的姿勢靠近旅客說明當時的狀況 並強調一切決定都是以安全為優先的考量 我們先看看當時飛機的情況 所以,,這個技術中最高的配備 优优独播放 这个乘客说,多谢英勇的华航机长,降落失败后稳住再一次降落成功 当时尖叫声哧起比落,他说经过今次云霄飞机后 他很肯定下次遇到台风要自费的话都要改期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华航员工疑似贵地道歉的片段 影片显示,一名商务厂的女客因为航班没办法顺利降落 所以对着机上的服务员发脾气 之后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华航员工 以此直接跪在女客面前道歉,令其他女客震惊 爆料的乘客在社交平台指出 恭喜你,我在今天刚刚降落桃源机场三次失败 现在在高雄加油邓震飞回台北 然后商务仓旅客步走,地勤上来跪地道歉 真是佩服他还可以发狂 我刚刚连捉吐袋的力气都没有 报道指出,这班由越南胡志明市飞往台北的航班 原定在下午3.34分抵达,但受到台风抗尼的影响 三度降落桃源机场失败之后 于是暂时转降高雄小港机场 结果引发涉事旅客的不满大发雷震 航班降落在高雄之后 华航立即安排旅客转乘高铁 或者到酒店住一晚第二天再飞 公司表示,转降高雄是经过安全考量 至于地勤人员是以蹲下的姿态 靠近旅客说明当时的状况 并指航班降落遇上强风是非常危险 遇到台风影响旅客的行程 也相当无奈 事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很多人都不认同地勤人员跪地道歉的举措 并批评涉事的旅客 台风康尼步风半径达320公里 是近30年来集台最大的台风 近中心最大风速为每秒53米 相当于16级风 网上有多段影片可见 多班飞机降落台北桃园机场的时候 摇摆不定,非常惊险 不少乘客在网上分享降落的时候恐怖情境 机上尖叫声连连 亦有人指,飞机在桃园上空盘船100分钟 乘客都吐得很厉害 最终要转飞香港 而一格由沖繩返回台北的声宇航空客机 在第一次尝试在桃园机场跑道着陆的时候 受风势影响左摇右摆 飞机轮胎触碰到跑道后无法稳定着陆 机身一度弹起,再向下的时候 机翼几乎要撞向跑道 幸好机师随即执行重飞的程追 在盘船后终于成功着陆 机械 机械 涉事航班據報為聲宇航空JX871 在日本沖繩喇叭機場飛往台北桃源機場 航班在昨日日本時間下午4.02分起飛 並在台北時間傍晚6.09分 在桃源機場05R跑到著陸 據台媒引述文韓局表示 聲宇航空JX871航班在桃源機場著陸時 疑似因為颱風天氣不穩定造成重落地 已要求飛機停飛進行相關檢查 機市亦停止任務派遣 文韓局並依程序進行調查 聲宇航空回覆台媒時指出 JX871由沖繩到台北的航班 在桃源機場進行降落時 因為受颱風影響遭遇強勁側風導致降落困難 機場執行重飛後 在台北時間6.03分安全降落桃源機場 機上組員和旅客都安全 這班航機在降落後 立即進行初步檢查 外觀正常後續將會進行更仔細的檢查 並已主動通報主管機關 調查仍然進行當中 受颱風影響 不少原定在台北降落的飛機 都需要轉往其他機場 昨晚近10點 根據網頁Flytrader24的資料顯示 至少有4架中華航空客機 要改到轉抵香港國際機場 昨晚8點03分 香港警方和消防接獲報告 指原定由大阪飛往台北中華航空編號CI-153客機 再有200多名乘客出現緊急情況 將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人員立即作出戒備 幸好三分鐘後已解除戒備 而根據Flytrader24 亦有多班飛往台北中華航空客機 需要轉飛香港 包括由福岡、曼谷及巴里開出的航班 事後香港機管局發言人回覆就說 受颱風康尼影響 在昨晚 一共有24班飛往台灣的航班 需要轉飛香港國際機場 颱風康尼在昨天下午1點40分 在台東登陸 台灣氣象處預估 今日會陸續脫離暴風圈 預料今晚可以解除陸上颱風警報 好,今條片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